随着电影《美宫和行动》与《战狼2》在票房和口碑上争取得了双赢的胜利 红色题材类电影广受热捧 影视发展趋势明显 9月27日 沪港两地影视文化交流会在上海举行 现场不仅正式启动银都机构与享受投资战略合作 还公布了由邵小黎指导的电影《我的宠物是大象》新进展的好消息 该片讲述了马戏团团长老齐与极端动物保护者Jessica 为了马戏团中的几头大象而冲突不断 一路斗智斗勇 效果悲凡的故事 作为主演之一的孔维道场助阵 现场气氛活跃 在才参差不穷的喜剧电影中 不知道喜剧电影《我的宠物是大象》有什么亮眼的地方呢 我觉得是题材的特殊性吧 然后刘青云也是一个非常善于演喜剧的那么一个资深的演员 他生活里其实你别看他那么 别看他那么那个意识不苟的沉默寡言的 他其实挺搞笑的 自古以来与动物们的合作拍摄难度都无小 面对动物们的耍大牌导演也能从容面对 此次在采访中导演就表露了确实拍摄难度大的问题 难度可能就在于怎么样去处理大象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影片可能是近年来唯一一部 而且我估计以后也会很难了 就是关于这个大象的一个电影 非常困难里边讯像师的配合 大象的配合 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故事 就其实很难一一讲出来的 飞帆游乐上海报道 感谢观看